前線消防員那種拼搏的精神 演藝界的朋友做了一些向他們致敬的活動 本來人家的內容是向消防員致敬的 你又改了支持港獨、支持林榮基 你自己放一張照片上去支持就行了 不用改別人的圖 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何會這樣的人 一個人如果要玩政治好 你的立場跟別人怎樣不好 但也有一個底線 因為這些消防員 特別是為了救火獻身的消防員 社會的影響 所有的人都很尊敬 連這些東西都要玩 連這些東西都要抽水 這些抽水真的沒有底線 網絡社會的政治 有些人就叫做沒有底線的抗爭 所以他沒有所謂政治論理 現在特別是網絡世界 估不論他們個人的行為 你同意不同意 但我們向前線消防員致敬 這個態度行為本身 有甚麼問題 我不認為有甚麼問題 大哥,你都分清了事件是甚麼事 ODD 領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